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传闻 一位神秘的人物即将出现 他可以召唤出几十万伏的高压闪电 闪电的威力可以将纸张点燃 将水烧开 但是对这位高人却不能造成伤害 体验者已经锁定了他即将出现的地点 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舞台上立志的两个铁架子 立即引起了体验者的兴趣 还没琢磨出什么名堂来 主角出场了 他是一个全身披着铁甲的神秘角色 他的出现让在场的观众特别的兴奋 只见铁甲人伸出双手的同时 从舞台的原柱上批出了一道闪电 紫色的闪电游走在铁甲人的鼓掌间 难道这闪电真的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吗 应该是纸巾吧 感觉像是 他要拿这个做什么呢 白纸立刻化成了一团火焰 这闪电的威力可想而知 接下来铁甲人取出了一根日光灯管 他这个又是要做什么呀 在强大的电流作用下 日光灯管被点亮了 铁甲人似乎还觉得 一边的闪电作用下的灯管还不够亮 他向另一侧的闪电也影响了灯管 他在加大电压好像是 你看这两边的这个电压都非常的足啊 看到铁甲人在威力十足的闪电中间 穿梭自如 还将闪电玩弄于鼓掌之间 现场的同学开始了猜测 穿的全都是特殊的服装 对是可以绝缘的 同学的猜测马上就被铁甲人打破了 他这个是拿了一瓶水倒在自己身上 如果说他的提员服的话 沾上了这个水应该会更有危险了 对 哇 这个水已经浇透了 铁甲人将水倒在了一个容器当中 并且伸向了闪电 这个水应该是已经开了 对吧 水已经沸腾了 你看冒热气了 这个水已经冒热气了 容器中的水竟然被闪电烧开 一身铁甲 高压闪电 点燃的白纸 发亮的灯管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怎么称呼您啊 我叫颜冬 颜冬啊 能不能把您的真面目让我们看一下呢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 大家发现 颜冬穿的是一件 由无数个小铁环连接而成的铁甲 和想象中绝缘服的差距相当大 绝缘的应该是 不是不是它是金属的 金属的 铁甲材料 那你里边就凭你的这个一个身体承受这个电压 刚才那个电压我们已经看到了能把纸给点燃 瞬间就把那一盆水给收开了 但是它却没有事 是不是 你看到的一定是真实的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同学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舞台上的援助上 闪电就是从这个装置中发出的 这个叫特斯拉线圈 特斯拉线圈 对对 这是一种高频电压器 可以获得上百万伏的高频电压 它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人工闪电制造机 这个电它已经形成了三十万左右 就是一个切割跟穿透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电流 世言东对电有着狂热的追求 他邀请体验者亲自目睹他和电的亲密接触 这就是有电 这样 好 可以 灯亮了就算是正常 我拿着正负极 正负极碰到一起 擦出令人恐怖的火花 你接下来是要把它握到手上 好 在我抓着正负极的时候 不要碰我 好 不要碰我身处 除了我的电笔会碰到你 对 我肯定不会碰到你 我开始了 世言东右手捏住了电线 这个小心脏 接下来的是左手 被电闹了吧 OK 再来一次 没事 我觉得刚才你这一下 我看都能看出来 是反应很大的 对 对对 世言东决定再试一把 OK 大家看 体验者手中的试电笔 竟然被世言东的身体点亮了 我的天哪 这个连头上都是亮的 来大家看看 脸上也是亮的 我的天哪 你可以了 可以松开了吗 怎么样 哇 我出来了 我睡了 体验者注意到 世言东通电的时候 他的双手在颤抖 你会 肌肉会有抽搐现象吗 其实你不抖 他也会让你抖 你自己能感觉到 对 电流在你身上 对对对 接下来 世言东要亲手点亮一支灯泡 他先给体验者 检验了灯泡的真实性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怎么给你展示 首先把一级放到 他的外围中 然后我用手指头去摁着他 我再拿另一级 放到他的锡点 然后灯泡就会亮 三 二 一 五 在刚刚接触的一下 那还是有一个火星来冒出来的 世言东的双手颤抖 脸也是憋得通红 但是还是坚持着没有放手 我 对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一下进去 然后一下回来 这灯泡还真的是热着的 货真驾驶的一个灯泡 这还不算蛮 世言东还有更厉害的 烧水 烧水是吧 对 他在正负级两根电线之间 连了一个金属盆 现在 你试一下 是有电的 好的 我同时抓 你同时来 放吧 放吧 OK 放 好 OK 我现在已经能听到水的声音了 像我们这个 大家听 这些能看到 它现在承受了很大的这个 电影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也是在亮的 行不行 如果你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停止 可不可以 这个水现在还是没有开上来的 OK 好的 还好手没有被烫伤 大家看一下水的温度 对 这样可以看到 已经开始冒烟了 如果说之前的特斯拉人工闪电的表演 所有玄机都集中在试炎东穿的特制服装 金属锁子甲的上面 那么被双手点亮的试炼笔和灯泡 被烧开的水又该如何解释 体验者带试炎东来到清华大学 高电压实验室寻找答案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刘教授 他为我们解开了高压电的谜团 原来人造闪电的表演 关键在于试炎东的衣服 法拉第龙简单的说它就是用金属做的一个笼子 一个闭合的空间 所以说穿上这个它就安全了 对 它之所以安全是原理什么呢 当法拉第龙外面即使接上电的话 整个法拉第龙所有的金属表面 它都是等电位的 这样人在里边呢 就是说你摸到任何地方 你包括你脚处于一个地方 手处于一个地方 看它等电位的就不会有这个流过 所以说他穿上这个之后 他人在这个衣服里边就不会出电 虽然我们弄清楚了人造闪电表演的原理 但是试炎东马上又给我们出了个难题 接下来试炎东拿出了他压箱底的绝活 人体通电 我用电给你烤条鱼来吃 好 用电烤鱼 那我们就看看好吧 刘教授 我真不忍心看这荧幕了 有点残忍了 这个鱼的身上开始冒火星了 而且它手在摸着这个电极 两边的 应该是通过它的身体在导电 教授嫌弃你 来我尝尝 你这个鱼没有处理一下 非常的腥啊 我尝一下熟没熟 别说啊 还能吃的是吧 味道还不错啊 游武 真的是熟的 很自然的这个味道 人真的能够通电烤鱼吗 刘教授对试炎东烤鱼的道具提出了疑问 实际上我认为呢 就是试炎东它对它进行改造之后呢 就是这个心和这个壳之间呢 它并不是导通的 刘教授认为 试炎东的人体通电表演 肯定要借助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 它有可能调低电压了 它不一定是220V 220V对人体直接去接触到还是很危险的 试炎东通过调压器将电压降到了110V 这种触摸电线的技巧也是有的 就是有的选手呢 实际上呢 是轻轻的触摸这个 这个跟接触面积有关系 接触面积越小 这个电子 接触电子越大 就流行人这个电流越小 看来试炎东在表演人体通电的时候 要想方设法降低经过自己身体内的电流 但就算是这样 还是很危险 这个人体通电实验呢 实际上还是很危险的 对对对 就算你能忍受 这个东西对人体也会造成伤害 好烫手 人体通电已经造成试炎东皮肤的灼伤 而肉体上的刺痛和心脏骤停的风险 时刻考验着试炎东的智慧和忍耐力 这是一场用生命在进行的表演 除了表演人体导电的欺人 我们还了解到有一位欺人 似乎在他的身上有着超强的磁力 根据传闻 这位武林高手 全速威力无比 身体刀枪不入 传说中的悉心大法 也是他的绝学之一 这到底是真是假 体验者找到了他正在工作的剧组 准备一探究竟 您好 您就是会悉心大法的魏巍先生吧 您好 打扰了 终于是吵着您了 您好 听说您的功夫还挺厉害的 刚才也看到您的套路特别的带劲 但是还是想眼见维持 不知道您悉心大法或者您的这些绝技都是什么样子的 随便展示一下就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挺简单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用掌心的吸力 对 你看 挤压 你看 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你这一块应该是 很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就这么简单 体验者给魏巍增加了难度 这个长度大概应该是在一米五左右了 哇 非常的重啊 大概得有十斤左右 非常之重 你看这个怎么样 看来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那好吧 这是我一个星期的早餐 没有说大话了 没问题 因为这个如果眼砸了的话还真的是会被很多人看到 咱眼见为十 眼见为十 好 那我让开一段 对对让开一段 让开一段 石罐连在一起的一拉罐被魏巍用单手的掌心吸起来 吸星大法的力道十足 一拉罐好像是被粘在了魏巍的手上 不会被轻易甩落 看到刚才有这个吸上去的这样一个痕迹 还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放 是吧 哎呀 也没有什么浇水的这些味道啊 体验者的亲眼所见带来了很多的疑问 究竟是什么样的武林功夫 能使吸星大法重现江湖 为了揭开吸星大法的谜团 体验者和魏巍来到了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 吸星大法难道真的存在吗 李老师 你好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好 这位叫魏巍 也是一个身怀绝学的一个好朋友 他会一个自己自创的吸星大法 就用他这手人就可以练这吸星大法 所以我想求助您帮我检测检测 他这个吸星大法怎么练的 好吧 老师多指点 好 多指点 眼看着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就要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所有人都非常期待最后的结果 大家看他坐的时候 他这个手 看他手型 看他沾的时候 沾完了以后 他手型怎么变化 对 你坐下 你看手型 他这个地方手型 凯云女士什么天 用手的肌肉的力量 然后迅速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什么天 一个窝 然后等于是相当于什么天 出真空 出真空 这样的话就是外面的压强和里边的压强形成一个压强叉 这个压强叉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把罐吸起来了 我看他的手掌就特别厚实 肌肉组织也非常的强劲 才可以把它吸起来 即便是 也就是说我们解密了他的手是怎么把它吸住的 但是也不是谁能练成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然李教授一语道破了魏威的吸星大法 但就算是这样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魏威还能吸起更重的物体 比如说这个桌子的重量有12千克 吸桌子和单手吸 它还是不一样 它两个手要控制着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不能是稍微有点偏 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漏气 一路寄了以后就失败 所以它要求两个手用力的同时 它移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移动 而不是这样移动 不可能这样移动 所以它是强调的什么 整体的平衡用力 整体的吸力 当然还有更高的 更高的是吧 对一会儿给老师展示展示 好 那李老师咱们给他准备个场地吧 更高的是吧 根据场地布置和卫威的准备情况判断 这一次的吸星大法肯定难度特别大 李老师 您觉得它的极限会是多少 根据卫威用的道具的面积算了一下 这个极限大约在70斤左右 70斤 对 如果是他要是把里面完全真空排空 然后而且力量足够大的话 他应该是什么 能提起来70斤左右 当然 李老师的推测是在完全理想的状态下 也就是卫威能用手掌将一拉罐的底部形成绝对真空 但是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实现 那么接下来 卫威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呢 他能成功吗 好 不要放点 不要放点 不要 真是没有想到轻轻松松一发力 23个一边 我现在这样抬头非常的难 必须的 毫不夸张 我现在这样 光把它这样拿起来都非常的难 因为很重 卫威我觉得你既然能把这个系动 我后面的那个想法 你应该也可以把它打破 接下来 体验者给卫威准备了一辆1.7吨重的汽车 作为对卫威西星大法的最后考验 西星大法的极限马上揭晓了 我现在给大家来检查一下这台车 听了一个声音 绝对不是模型 然后坐到车里面来 好 我发动 怎么样 停车点 这车很重 我给你讲 太不靠 好 把手刹给它松掉 留在空挡上 OK 接下来就看卫威的了 现场的路面是专地 虽然不算是凹凸不平 但比起柏油路来说 吸动一辆1.7吨重的汽车 难度还是要增加不少 但是好像我连把它这个算了 我吸都吸不上 我拖一下 我看看 加油 我现在毫不夸张的在这个拖动 我用尽全身力气 然后用手钻住它 拖都是非常之难的 体验者用尽全力都拖不动的汽车 在卫威的吸星大法面前 究竟会是怎样呢 在平地拖动一辆汽车 至少相当于拖动20千克的重物 挑战1.7吨 好 来 加油 不同路面摩擦力和车重还会增加难度 吸星大法吸动汽车将是卫威掌心吸物的极限挑战 感到1.7吨的这样一台车就被你这样给吸动了 看上去还是很轻松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卫威的脸上 现在已经是面露蓝色 而且轻轻暴露 现在好像真的是在看一个武功小说里面的大侠一样 在紧张和兴奋的同时 这辆1.7吨重的汽车已经被拖动了十几米 但卫威还是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1.7吨的一辆SUV都不用说是吸在手掌上 拖动非常的难 太厉害了 来 恭喜 谢谢 从石炎东的人体导电到卫威的吸星大法 虽然绝活背后都有着其中的关键技巧 但是这些功夫都是经过千百次的锤炼才能练就的 他们凭借着过人的毅力才能走到今天 这也是对极限的一种挑战 它能让人身体失去控制 甚至能让动物呈现僵直状态 这些现象是真实还是夸张 催眠又能怒来做些什么 敬请收看走近科学催眠的真相